大家好,我是斯文 2022年7月份的时候 NASA公布了一些照片出来 其中一张照片让我们看到了 迄今为止最早期的宇宙 而且还发现了一颗有水的西外行星 那这些照片是哪来的呢? 实际上它们都是由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 这个望远镜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 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承者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家全球最大、性能最强的太空望远镜 到底给人类带来了哪些惊喜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是由美国国家航空望远镜NASA 欧洲航天局ESA 还有加拿大航天局CSA 合作开发的下一代太空望远镜 它是用NASA的第二任局长詹姆斯韦伯命名的 为了纪念他对美国太空事业发展的贡献 像我们熟悉的阿波罗计划 水星计划 还有双子座计划 都是他在职期间完成的 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计划 也是他在离开NASA之前提出来的 但实际上 韦伯太空望远镜真正开始开发的时间 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 一共花了25年的时间才开发完成 耗资100亿美元 由于它技术的复杂性和预算的超值 它的发射日期从原定的2007年 一直推迟到了2021年 2021年12月25号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终于坐着欧洲的阿里亚纳5号火箭 发射升空了 哈勃望远镜主要是探测可见光 而韦伯望远镜几乎不探测可见光 而是完全专注于红外光 大家看这两张图片 这是我们之前在《创生之助》那期视频中说过的 左边这张图片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可见光下的图像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构成《创生之助》的气体云和尘埃 右边这张图片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近红外光下的图像 我们能透过气体和尘埃看到它背后的东西 那为什么红外光能穿透气体和尘埃呢 大家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学过的电磁波谱吗 电磁波谱的频率从低到高 分别是无线电波 微波 红外线 可见光 紫外线 X射线 和伽马射线 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可见光 只是电磁波谱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任何一种普通望远镜 都只能看到可见光的波长 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在蓝色和红色之间 其中红色的波长是最长的 大家知道的 波长越长 穿透力就越强 就更容易穿过物体 就像是无线电波 早些年我们用的广波 它的无线电波的波长可以达到数公里 能跨过各种障碍物 所以即使隔着建筑 我们收听起来也一点不费劲 而红外线的波长 比红光的波长还要长 但是很可惜 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红外线 不过微波望眼镜可以 它可以帮我们穿透气体和尘埃 看到创生支柱背后的东西 红外线这个单词来自拉丁域 它的字面意思其实就是在红色的下面 这个infra就是下面的意思 因为它的频率要低于红光的频率 而频率跟波长是成反比的 红外线的波长比红光长 所以它的频率就更低 能量也更低 这种低能量的特点 让红外线主要表现为热辐射 而不是可见光 也就是说 任何能向外辐射热量的东西 都能发射红外线 比方说我们人类 动物 恒星 火 等等这些东西 都会发射红外线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些士兵在夜间行动的时候 会经常用到夜视镜 因为他们不需要光源 就可以看到目标的热辐射成像 那由于宇宙的膨胀 最早期的星系发出的可见光谱 早已经被拉长到了红外光谱 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红移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要专注于红外光的观测 科学家可以通过测量光的红移程度 来推断天体的距离和宇宙膨胀的速度 还可以研究大波炸之后的红星和星系 是怎么形成的 但是红外线望远镜在设计上有个挑战 就是它必须要保持一个极低的温度 而且红外线的波长越长 就需要越低的温度 因为我刚才说了 任何有热辐射的物体都会发射红外线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韦伯望远镜自身 它在工作的时候 它自身也会辐射出一些热量 所以会有一些红外线 从望远镜内部发射出来 这就会导致从星系过来的光波受干扰 就会影响我们获得高质量的图像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让韦伯望远镜 在零下223摄氏度以下的低温环境里工作 高于这个温度就不行 目前地球上最低的温度记录 是1983年在南极侧德的零下89.2摄氏度 显然不能满足它的工作条件 那怎么办呢 地球上虽然不行 但是太空力就可以实现了 因为太空力非常非常冷 但前提得是避开太阳辐射的热量 一旦太阳光照到韦伯望远镜上 那它就会被加热 就像月球一样 月球没有大气层 所以它的温度完全取决于太阳辐射的热量 月球晚上的温度可以达到零下173摄氏度 而白天的温度又会上升到127摄氏度 所以为了挡住来自太阳 地球月球的光和热 他们给韦伯望远镜装上了五层这样罩 每层这样罩 差不多都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 而厚度只有跟头发丝差不多薄 这个这样罩的材料 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材料 叫巨仙亚岸薄膜 是专门为了对抗太空这种极端环境设计的 它能承受从零下269摄氏度到40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范围 完全能满足太空中极冷和极热的条件 而且每层之间都留有一定的真空空间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热量在到达第五层的时候 已经降到非常低了 而且它自身还配备了一套主动冷却系统 可以把望远镜的温度降低到零下266摄氏度 只比绝对零多高了7.15摄氏度 有意思的是 这家望远镜并不像哈勃太空望远镜那样绕地球运行 而是把它部署在了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第二拉格朗日点 它在这里绕太阳运行 大家看这个视频里 它一直是在地球的影子里 这样做的目的 除了说能尽可能的阻挡太阳的光线和热量之外 还能提升它成像的清晰度 这就好像是我们往太阳那个方向看过去的时候 因为光线的原因 我们其实是看不太清的 但如果是像这样 用手遮一下的话 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太空望远镜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位置虽然无法进行维修 但是能给尾波望远镜提供一个更稳定的观测环境 对于一个望远镜来说 装备的镜子越大 那它能捕捉到的光线也就越多 我们得到的图像的分辨率也就越高 尾波望远镜的主镜是由18个6边形的镜片 组成了一个直径为6.5米的镜面 这18个镜片的表面都镀了一层24K黄金 因为黄金最能反射红外光 反射率能达到98%以上 而哈勃望远镜主镜的直径是2.4米 所以尾波望远镜的极光面积 大约是哈勃望远镜的6倍 哈勃望远镜的极限是可以看到1281年前的宇宙 而尾波望远镜的极限是可以看到大爆炸后 三亿年甚至更早的天体 也就是第一批恒星和星系形成的时间点 那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经常有人会发私信或者留言问我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几百万年 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天体呢 其实就是因为光的传播需要时间 比方说太阳光到地球需要8分20秒 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此时此刻消失了 我们要8分20秒之后才会发现太阳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太阳 实际上是8分20秒之前的太阳 那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用望远镜去看 距离我们上百万光年的天体时 我们看到的实际是他们几百万年前的样子 而我们利用尾波望远镜看到的最远的天体 距离我们130多亿光年 他们的光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130亿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利用尾波望远镜看到的 都是130亿年前的情况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时间旅行了 当然了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了它我们就能看到宇宙的历史了 其实按照这个逻辑 如果我们能去到一个距离地球1亿光年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不属于一台望远镜回看地球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看到1亿年前的地球的 那个时候是中生代的白恶级 大家就可以看到恐龙还活着 地球大陆的分布也跟现在不一样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更高 温度也要比现在高很多 尾波望远镜上安装了四种主要的科学仪器 其中有两台是用来成像的红外摄像机 一台用来分析光谱的近红外光谱仪 还有一台用来找目标和瞄准的设备 这个设备就相当于给望远镜防抖和对焦用的 保证拍出来的图像是不模糊的 其中这两台红外摄像机 一台是用来捕捉较短波长波段的红外线 另一台是用来捕捉中段波长的红外线 所以望远镜用的相机不同 拍出来的图像也不一样 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是韦伯望远镜用近红外光摄像机 拍摄的南环状星云 NGC编号3132 但是同样的东西 如果用中红外光摄像机拍摄的话 就是这种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陈碍云在中红外光摄像机拍摄的图像里 好像显示不出来 因为中红外光捕捉的红外线波长更长 更容易穿透陈碍云 那说了半天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东西是吧 我们在这看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颗恒星的死亡过程 这个阶段在恒星的演化过程中 叫行星状星云 在这张照片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星云的中心其实是有两颗恒星的 其中比较亮的这颗是它的主巨星 它还很年轻 而它旁边的这颗已经变成了一颗白矮星 也就是一颗恒星死亡后的残骸 这颗恒星在变成白矮星之前 还经历了红巨星阶段 向外抛出了大量的外层气体 这些气体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行星状星云 如果这是大家第一次听说恒星死亡的事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这期视频 我在里面有介绍过恒星的演化过程 其实像这样的行星状星云还有很多 比如哈勃望远镜拍到的这个上帝之夜 它也是一个行星状星云 也是恒星死亡后形成的 其实大多数恒星都是这样悄无声息死亡的 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 以壮观的超新星爆发结束生命了 超新星爆发只会发生在少数大质量恒星的身上 这张照片是韦伯望远镜投入使用后拍摄的第一张图像 在2022年7月11号 由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首次公布出来的 叫韦伯的第一次深空 在这张照片里 韦伯拍摄的目标其实是一个星系团 叫SMACS0723 这个星系团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放大镜的作用 为的就是让我们能看到背景中更遥远更暗的星系 这种现象也叫做引力透镜现象 根据广义相对论 背景光源发出的光 从一个大质量天体 比如星系团附近经过的时候 就会被这个大质量天体的引力弯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图片里有些星系的光源 它是弯曲的 实际上就是被这个星系团的引力拉弯的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像照片中红色的这些星系 都是离我们比较远的 越红说明离我们就越远 而像这些又小又红的星系 都是130亿年前的星系 非常接近宇宙诞生后 第一批星系形成的那个时间点 这也是迄今为止拍摄到的 分辨率最高的早期宇宙图像 这张照片的拍摄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它实际上是尾波望远镜拍摄的 不同波长图像合成的 曝光时间一共花了12个半小时 这张图片叫做斯蒂芬五重奏 是由五个星系组成的星系团 不过说是五重奏 实际上叫四重奏要更合适一些 如果把图片放大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星系 明显要比另外四个更清晰 因为这个星系离我们要更近 它距离地球大约4000万光年 而另外四个星系距离地球 都是2.91光年 它们四个是一伙的 而且这四个星系 已经在慢慢的开始融合了 这对于天文学家来说 是很感兴趣的 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星系的合并 来研究星系的演化和横行的诞生 这张图片被叫做宇宙悬崖 它位于船底座星云的西北方 距离地球大约7600光年 这张照片整体的拍摄效果 很像我们之前看到的 《创生之著》的照片 照片里这些蓝色的亮点 实际上都是正在发育中的横行 以前它们被气体和尘埃挡住了 我们看不到 但是在韦伯望远镜的 近红外光摄像机下 它们都被拍了出来 除此之外 船底座星云里 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横行系统 叫海山2 这个我们年后再说 大家先记住 这颗横行非常的危险 那除了这些星系星云的图像之外 韦伯望远镜还发现了一颗 有水的西外行星 WASP96B 它距离地球大约1150光年 直径是木星的1.2倍 但是质量只有木星的一半 为了分析它的大气成分 韦伯望远镜盯着它看了6个半小时 对它的大气也进行了详细的光谱分析 最终证实了 它上面确实有水蒸气存在 大家可能会好奇 我们是怎么通过光谱 来判断它上面有水蒸气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视频开头说的 不同颜色的光有不同的波长 比方说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植物 树叶是绿色的 因为植物里含有非常丰富的 叶绿素A和叶绿素B 它们能吸收光谱中的红光和蓝光 反射绿光 如果我们让阳光透过树叶 把这个光谱做成图表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 蓝光和红光都被叶绿素A和叶绿素B 吸收掉了 而中间绿光的波长 几乎没有被吸收 所以绿光被反射回我们的眼中 大脑就认为它们是绿色的 那同样的道理 从这颗行星过来的光 被韦伯望远镜捕获之后 再利用光谱仪 分析出图表 然后科学家 再把光谱中的吸收特征 跟已知分子吸收曲线进行对比 这一对比就发现了 水蒸气的特性 跟这个吸收曲线完全匹配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表的X轴 是光的波长 Y轴是吸收的光亮 这就是这颗横行上有水的证据 但说句题外话 实际上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 叶子本身并没有颜色 我们看到的五颜六色的时间 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大脑 根据光的波长处理后的一个结果 是一种很主观的认知 并不是物体本身的颜色 那有人可能会好奇了 既然这个行星上有水 那有没有可能有外星生命呢 目前来看 想在它上面找的外星人 基本没可能 虽然这个行星上有水 但是它距离它的母红形太近了 表面温度预计超过1000摄氏度 而且它还是个气态行星 而目前科学家觉得 细外行星上要有生命的话 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就是它上面要有液态水 第二 就是它要有固体表面 第三 就是要有大气层 除了观测宇宙深处之外 韦伯望远镜也关注太阳系内的星球 这是它在2022年9月 拍摄到的海王星环图片 这也是继旅行者2号之后 人类又一次拍到的 最新的海王星环图像 那除了海王星环 它还拍到了海王星的7颗卫星 海王星目前已知的卫星 一共有14颗 照片中最亮的这个 就是海王星最大的卫星 海卫1 那以上就是韦伯望远镜 第一批的观测成果了 这些新的发现 不只是人类科学的进步 更是对人类永恒问题的一个回应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来 未来 希望它能继续用它的镜头 帮我们在宇宙中寻找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